一群喜欢玩车的车友 平常除了定期举办车聚的同时 也号召车友来做公益 23号上午这群车友集结他们的爱心 带着将近900包的白米到台东 发送给创世台东分院 阿尼瑟佛 红叶部落 华山基金会等 让寿政单位十分窝心 奥迪 滨市 破许等名贵车种齐聚 除了是车友们到台东的车聚外 也特别送来偏乡弱势的关怀 今年是满第四年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想一些活动 去做一些捐物资 像今年是做捐百米的 北中南都有甚至离岛 像今天就有车子从澎湖运过来的 为了过来帮忙捐百米 这个车主他已经个人捐助了 大概是今天是100包 这群遍及北中南甚至离岛澎湖的车友们 平时通过社群软体 交换改车修车等心得 也会不定期进行车友间的聚会 近年除了单纯的车聚之外 也希望能做公益 为各地的偏乡弱势送上温暖 如果台湾的台湾的 人民需要奥迪五国界的帮忙 我们也会尽量的 看你们这个区域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都是尽量以捐物资 今天你看AMG的车队跟Poach的车队也是 响应我们的爱心也是来支持我们 也是捐百米的 他们也想说透过每一年的车距 能够在台东呢 或者在全省各地呢 来做一些公益 那这次特别选了台东 那我觉得 谢谢他们的爱心 然后他们也 因为这样子的抛砖引誉 然后把讯息呢 传播给全省各地的上市们 希望能够 帮助植物园 帮助台东的个案 然后积极帮我们扩院这样子 那这次非常谢谢他们 虽然这次的热血 宋爱之旅 只在台东停留短短的一天 不过车友们也很期待下次能再来台东 感受台东的自然之美 记者判俊伟台东市报导